我讲过这个我们今天修的是财神法 本来我们这个财这个东西 是世间上用得着 活的时候用得着 其他时间都是用不着 那个有钱也是很烦恼 没有钱也很烦恼 但有钱的烦恼比没有钱的烦恼好一点 有人讲这个健康啊 人的健康 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 但是 你如果身体失去的健康 而且你没有钱 那个麻烦就更大 你身体失去健康 你还有钱 你还可以 有医疗 有药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 有一种药 一颗 有一千块美金 你如果没有钱 你如果没有钱 你就没有办法吃到这种名贵的药 我到今天才知道 我们一般去看 去医院 有family doctor 去的话 大家都是一般一般 都是差不多 大医院都相等 但是大医院里面 有一种 是贵宾的 贵宾的 属于贵宾的病人 他可以派车来接你去 还有随身的护士 到了随身护士 而且你不用排队 马上就可以看到你的 想要看到的医生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贵宾的病人 也就是富豪病人 车子来接你 到医院 又送你回来 随身护士 到医院 你不用排队 马上可以看到你的 医生 他不是一般的病人 那要靠什么 天哪 我到近人才知道 哇 也有这样子的富豪病人 原来钱呢 还是在沙伯世界 很有用的 大家好好修 你真的没有钱的话 乖乖乖的去坐在那边等 叫名字 叫号 这个 等一下 一个护士走出来 换你 再来换你 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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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叫进去 他是一般的病人 富豪病人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啊 哇 今天 大开眼睛 既然有富豪病人 你看 这世界上了 沙伯世界 还是钱受惯 所以呢 好好修行是必要的 好好修法 修财神法 今天我们修的是财神法 有钱的人还来修什么财神法 富豪 我们这里有一万富豪吗 一千 一亿万美金的富豪吗 在我们这里面 有没有 你有一亿 一亿的 一亿的美金 No 我是一般的病人 不过居然也有富豪的病人 钱真的是很重要 有什么要客人 有什么要客人 哎呀 有什么要客人 有什么要客人 死了